大家好 今年的2月21号 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是独立国家 那么俄罗斯也支持顿涅斯克和卢干斯克从乌克兰分裂出来 那么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 借口就是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并且对自己国家的俄罗斯族有歧视和屠杀的行为 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半天多过去了 战争还没有结束 之前有军事专家认为 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只不过是以卵击石罢了 相比较世界最强的军队之一俄罗斯 乌克兰确实像蚂蚁一样 但是直到今天乌克兰还在抵抗 居然还发起了反攻行动 乌克兰为什么这么难打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国家在背后 一只拱火 递刀子 大力的支持乌克兰 借此妄图削弱俄罗斯的力量 其中北约的作用是最明显的 就是因为乌克兰想加入北约 所以才引来祸端 目前北约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组织 那么由俄罗斯主导的 有亚美尼亚 哈斯克斯坦 基尔基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批克斯坦 参加的这个军事联盟 叫做集体安全组织 简称的基安组织 在北约面前好像有点不值一提了 实际上在以前 北约是有一个强大的对手 曾经让美国深感恐惧的一个军事联盟 叫做华约 实力不在北约之下 华约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 超过500万人的军队 超过10万辆坦克 8000架战斗机 而北约才有3万辆坦克 3900架战斗机 是真正的钢铁洪流 欧美人相信 如果华约发起进攻 那么在美国没有来得及参与的情况下 整个欧洲抵抗不了一周的时间 但是在1991年3月 苏联解体的前夕 华约自己先解散了 那么华约解散以后 北约并没有相应的解散 反而不断的东扩 让俄罗斯感到了不安全 原来所有东欧国家的华约成员 都先后加入了北约 包括德国 捷克 波兰 阿尔巴尼亚 逊亚利 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就连原来的苏联本身的加盟共和国 立陶宛 埃沙尼亚 和拉脱维亚 都已经加入了北约 等于原来所有的华约成员国 除了俄罗斯之外 都加入了北约 那么今天咱们聊一下 为什么华约会自行先解散了 先说一下北约为什么成立 这个北约就是为了防范苏联而成立的 为什么要防范苏联呢 因为很多的西方国家 意识形态不同 认为苏联就是洪水猛兽 苏联建国以后 认为自己的社会制度最先进 自己的国家最富强 自己的人民生活最幸福 那么苏联的理想是什么呢 不只是自己国家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它也要你过上幸福的生活 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苏联的努力 让全世界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所以苏联成立了一些国际组织 来帮助实施这个目标 比如第三国际 但是西方国家不愿意被解放 不愿意过苏联式的幸福生活 所以一直对苏联有所恐惧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苏联是世界上唯一领土增加的国家 比如在1939年 苏联发动了对芬兰的战争 迫使芬兰割让了一大部分的土地给苏联 那么有25万芬兰人不愿意被苏联统治 所以离开了故土 前往芬兰的内地 那么在二战期间 苏联还合并了波罗的海三国 就是立陶宛 爱沙尼亚和拉特维亚 所以苏联要解体的时候 这三个国家就迫不及待的跳出来宣布独立 在二战前夕 苏联跟德国签订了秘密条约 瓜分波兰 在德国发动闪电战 从西面入侵波兰以后 两周的时间 那么苏联马上就派兵 从波兰的东面进入 跟德国一起平分了整个波兰 期间还发生了卡廷惨案 波兰的精英阶级全都被屠杀了 1945年二战结束前夕 苏联占领了德国的东普鲁市地区 并改名为加里林格勒 并入到苏联 这块地方现在就是俄罗斯在欧洲的一块飞地 跟俄罗斯本身并不接壤 苏联还合并了罗马尼亚的一个地区 就是摩尔多瓦 这个地方的人跟罗马尼亚是同一个种族 同一个语言 直到苏联接替以后 摩尔多瓦才宣布独立 二战结束以后 苏联的领土比之前又增加了60万平方公里土地 凡是苏联解放的地区 都成为苏联的小兄弟 为苏联的马首实战 1948年 苏联想逼迫西德的西柏林并入到东德 于是围困了西柏林整整一年的时间 封锁了通往西柏林的公路 铁路和水路 所以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加拿大 南非的空军 一起拼命向西柏林进行空投 高达270万次飞行 空投了230万吨物资 用于维持西柏林人民的生命 史称柏林大空运 1949年美英法等国家 为了遏制苏联 总而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简称北约 这个北约成员都必须是北大西洋国家 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 其余的都是欧洲国家 那么其他的一些国家 虽然也是西方阵营的 但是因为不是大西洋国家 所以不能加入北约 比如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南非 日本 韩国 他们都不是北约成员 1955年 为了对抗北约 苏联主导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简称华约 华约就是苏联和多欧国家 除了南斯拉夫之外 组成的一个军事联盟 目的就是为了对抗北约 经济上华约不如北约 大概经济总量是北约的30% 但是在军事力量上 华约跟北约是旗鼓相当的 在坦克数量上华约碾压北约 在核武器上华约也是北约的两倍 那么在地理位置上华约也占据极大的优势 因为华约成员国都在欧洲 而北约的美国和加拿大却远在美洲 一旦欧洲有事 美国根本来不及反应 但是苏联一直是老大哥的做派 小弟的内政和外交 都得服从苏联的安排 不听话肯定就不行 1956年波兰的十几万工人 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 要求改善工作环境 提高待遇 并高呼反对苏联控制的口号 那么这个事件在苏联强烈的要求下 由波兰的国防部长 同时也是苏联的元帅 康斯坦宁·诺维奇 由他负责进行了武力平息 当时波兰包括总参谋长在内 有76名将领都是苏联人 那么波兰官方报道 这次事件导致74人死亡 1000多人的受伤 1968年波兰的一部话剧 按照苏联的要求被禁演了 因为这部话剧的内容 就是展现沙皇俄国 对波兰残暴的统治 于是波兰民间又爆发一波反俗浪潮 不过后来还是被武力平息了 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举行反俗活动 包括大罢工和有形示威 那么苏联政府就威胁出兵 迫使波兰政府实行军事管制 造成几千人被捕超过100人死亡 所有这些来自苏联的粗暴干涉 都被东欧巨变以后的波兰人视为耻辱 那么还是在1956年 那么匈牙利爆发了一个事件 有人要求走不同的道路 其中包括匈牙利的总理纳吉 那么愤怒的人群还推倒了斯大林的同向 那么苏联的两次派兵进入匈牙利 进行武力评判 那么匈牙利的总理纳吉 在祈求西方援助无果之后被捕 最后以叛国罪被处决 1968年捷克也有人想完全放弃苏联模式 其中就包括捷克的最高领导 但是苏联联合其他的华原国家 一共出动了20万大军 占领了捷克全境 并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不过还好捷克的最高领导杜布介克并没有死 而是被迫辞职 然后被开除党籍就完了 不过鉴于苏联主导性太强 很多华约小兄弟感觉有点扛不住 那么1956年 匈牙利就因为苏联派军队进入的问题 宣布退出华约 不过后来总理纳吉被捕以后 匈牙利又重新加入华约了 1958年在罗马尼亚强烈的要求下 华约撤出在罗马尼亚的部队 1968年阿尔巴尼亚也宣布退出华约组织 1990年东德和西德统一了 退出了华约 整体加入北约 所以基本上华约剩不下什么东西了 那么在1991年就先解散了 如果华约不解散 美国和北约未必会如此猖狂 乌克兰也不会那么堂而皇之的 跟美国人眉了眼去的 甚至不顾俄罗斯人的反对 非要加入北约 好了 今天这个小节我们就分享到这 别忘了查案点赞 关注和转发 谢谢